好山好水好味道 记录台湾记录台湾的好味道 您能够想象在台湾有一群主妇 每一年一共拿出超过台币8亿元的买菜钱 去支持有机和健康的农业吗 在20年前他们已经在做了 当时这群主妇们只是拿出买菜钱 请农友不要使用化肥 除草剂和农药 好让土地可以回归健康 让自己可以吃得安心 结果20年之后 这个组织已经有4万多名会员 他们希望可以用买菜钱改变世界 趁热的时候 紫糯米和黑皂糯米 趁温热放一点橄榄油 再加一点蔬菜拌一拌 这是适合夏天很开胃的饭 果干核桃 核桃也是稍微把它切成这个 就是稍微细一点 踏实陈芳荣 旁边围绕着一群主妇 大家互相切磋学习新菜单 这道是梅子苦瓜 生苦瓜切片拌煮好的梅子 清新退火 最适合夏天 但餐桌上讨论的话题 还有美食背后 厨师不会告诉你的真相 合作式的小白菜可能要种个40天 50天60天 可是外面的他可能抢收 他20天他就去栽种 可是当蛋肥施用不当的时候 它里面反而会所谓的 有硝酸原残留的问题 那那个东西反而会是致癌的 餐桌上的故事 要从买菜开始讲 早上十点半 三峡街头 这可能是全台湾最迷你的 行动菜市场 只要三个人共同购买 就可以送菜 所以它也是个体单位 最小的蔬果门市 但它肯定是全台湾 最团结的菜市场 这群妈妈们打算用买菜钱 改变这个世界 它其实跟现在大家讲的 那个团购其实是不一样 团购你是要它的价格 我们不是用价格 我们用价值 就是我们去让农友 我们要什么样的东西 请他们生产出来 给我们 主妇们要的价值就是健康 不用农药和化学肥料的食物 人吃进去才会健康 否则像现在一直用农药 最后都会吃进我们肚子里 它是五莓香 入会十多年 正在跟一旁的主妇姐说 共同购买的菜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安心啊 这种东西安心 因为我们都会知道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农三品啊 是那个米啊 还是农 我们都会知道 从哪里来的 农药 农药你也说 那个鸡 它是多大的空间的外面 也是 这样吗 对啊 这个鸡都这样 我一直吃 它生的软还是精神 也不好啊 鸡是人道饲养 生出来的蛋自然好吃 豆浆都是有机黄豆做的 没有化学添加 我会不相信 豆浆 对啊 当班长不会很累吗 不会啊 我觉得能够 不得你 就是一种快乐 1993年 一百多位主妇 共同购买了米和葡萄 其中米来自池上和关山 因为那里的米 没有工业污染 而且用的农药比较少 这群主妇相信 透过共同购买 可以促成耕种 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目前全台湾 已经有四万三千 多位主妇加入 他们一年贡献 8.4亿的买菜钱 鼓励支持健康农业 有时候他们还会一起去看 餐桌上的食物 是谁种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们这样子四个盒 我们要去算那个面积 比如说这样子一个面积里面 我一次要放几克的种子 它长出来不会太挤 也不会太松 他是林璧侠 共同购买最初的发起人之一 这个有机芽菜农场 创业者就是他的儿子郑寒锐 在这段话先自我介绍一下 对那我叫郑寒锐 对那我大概吃主妇的菜吃了二十年吧 其实主妇的包含就是低硝酸盐的蔬菜啊 然后跟一些安全的食品 其实帮助我们家非常的多 市场上买到白白胖胖的芽菜 多半是加了灭根剂和漂白剂 郑寒锐的芽菜不加农药 纯有机栽培 认识产地农夫 认真了解食材的故事 尊重每一口吃进去的东西 到了我们餐桌上的这些食材 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说 这个是谁种出来的 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 对 所以那个感情是不一样的 陈芳蓉的冰箱拉开 充满了妈妈的爱心 夏季青菜一样不少 这是今天的一栏菜 对 今天的一栏菜 有现菜 柠檬 柠檬 那个柠檬的东西买的 这个是 你应该给一次啊 一颗 绿菜这很珍贵的 从产地走了很远 来到餐桌 这一路下来 你会知道芽菜是谁种的 米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你跟种它的农夫聊过天 你对这一碗饭很有感觉 你刚才这个不受诱惑吗 受诱惑吗 这个居持过同过百的 是一群全台湾最可爱的伙伴 因为愿意认识 食物怎么生长来的 然后这个大家比起都有一股 那种很大的银具力量 美食的意义 应该还包括体贴土地 友善耕作 主妇们用买菜前 正在慢慢改变世界 用买菜前改变世界 这个小小的心愿 从一开始的绢绢细流 已经汇聚成河流 因为大家都想要吃得健康 而我们也看到了 屏东里那里部落 汇聚了大家的支持力量 重建友城 台湾是一块有梦的土地 处处充满着温情 记录台湾节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